柯文哲如果被北檢深压 你也不要意外 因为他跟彭正森应该是逻辑一样的 我认为北檢目前 我跟你讲 检方的查案都是这样 他都是希望查到最重的那个罪 所以他们是在查 你除了他们新政已成 他认为你已经是图力确定了 现在是在查你有没有收贿 就到底有没有钱留到你那边 所以为什么前面都在问 木可的签 我觉得检方一定也在查 他的那个小额捐款 就是说据我了解 因为我有一些法界的朋友 我去问他们 说到底在问什么 为什么都没有直接问金华城 那表示检方真的没有查到 大笔汇款 并不是像那个易小回这样 一下一个月内 近来4500万 你会吓死人了 这一下就被查到了 我觉得柯文哲 他查不到大额的进出 那所以他在查木可的资金 那个相关人有没有小省的朋友 你懂我意思 讲白了是这样 讲白了就是在查这个 还有那个所谓的小额捐款 比如说10万以下的 有没有人是小省的朋友 分成几十笔这样不断的进来进来进来 我觉得他在查这个 因为他要查资金流向 就是认为 因为检方都是这样 这个你也不要怪他 他的办案逻辑就是这样 吴宗献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一定往罪名最高的那个来办 刑期最重的那个 刑期最重然后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他现在事上是在查 你有没有收贿 然后跟审刑金周边朋友 相关的收贿 你只要被查到一笔 你就被他定住了 可是可能就是目前查的结果 还在交叉对证当中 我认为目前是这样 所以柯文哲的律师才会说 你怎么问半天 都在问政治献金目可 这个不 你要记得你们是去搜查 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理事说是在查金华城的案 所以这里面对北检是个考验 结果北检如果都没有查出 资金的流向跟金华城案有关 那事实上也算是一个小挫败 第一果菜市场 第一果菜市场 我记得我当时在议会的时候 非常早 我们又曾经针对第一果菜市场 那时候很早 那时候还没有发包 都还不晓得要发包给谁 那时候就来说要减降发包 所以减降 比如说我今天100亿 我要盖五层楼 假设我盖五层楼 那他说我盖不出来 那就变成这样 100亿变成盖四层 那时候我们就说 那你盖四层 因为那时候连停车场不盖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说你这个未来一定会出事情 果不起来 最后就出事情了 这个果菜市场 它是牵涉到减降发包之后 它再过来最佳预算 50亿 所以大家认为说 这个是柯文哲的另外一个弊案 可是我觉得恐怕 更大的问题是在市北科 除了金华城之外 市北科我认为 因为我现在听同事在讲的一些程序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问题更大 所以也就是说 等着柯文哲的案子 并不只有金华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包含金华城已经 在金华城之前爆发出来的木可 还有他的一些政治陷阱案 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那即使金华城能过关 那大家认为在北市科能过关吗 大家认为在第一果 在市场能过关吗 我看都蛮困难的 所以当时在星期四的时候 柯文哲召开记者会说 我要请假三个月 大家都认为你是避风头 就是说这一阵子 风暴把它顶过去 那到时候柯文哲可以 是不是可以华力回归 可是那时候都觉得 你这些相关的这些弊案 或者是这些司法的追溯案 大概三个月 没有办法让你躲过这个风暴 所以也就是说 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他即便是金华城的案子 能够脱身 那也不代表他其他的案子 也能够脱身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 像以国民党的心情 我们也看到很多国民党的发言 可能有的人支持 有的人并没有支持他们 有的人是反对等等 你可以看到光是对检方的说法 比如也许李燕胜委员的说法 跟我们吴仲宪委员的说法 就不大一样 但是我觉得 最让人觉得厌恶的 就是我觉得你是磕黑 如果你是针对一些 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以及台北市政府 不应该轻易的 随便的就是把这样容积率 这样提高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到四叉猫也好 那郑家纯我没有什么意见 他觉得他要举相名 可是我觉得这种秤来秤去 然后他非常高兴 他有很多的 这个绿营的节目可以上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长期存在 这样的磕黑 其实我觉得 对民进党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难怪 还是会有一些小草 或一些民众党的支持者 认为某一个程度 你这个是有政治迫害的嫌疑 只要跟柯文哲合作 后来离开的 几乎都没有好聚好散 就代表柯文哲可能 在做人方面 可能还是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但是我也要说真的 最支持柯文哲的是谁 是磕黑 柯文哲有什么事情 柯文哲完全都会 follow上去 包括视察猫今天去现场了 他昨天半夜他也去了 他非常关心柯文哲 所有的一举一动 比民众党的公职人员 还要尽心尽力 所以这个要是给他们鼓励 他用这个赚钱 这也是有心 一路走到底 我们都给他支持 但是我要讲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案子上 到现在都只说是土利罪 而不是贿赂罪 为什么 因为没有金流 但是昨天柯文哲家被收 彭正生的家被收 柯文哲太太跟彭正生的太太 都被当作证人来调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检方已经怀疑 有不法金流出现了 所以才会把他们都请来做说明 所以当然最后 陈佩奇还有谢太太 他没有 就是交保被请回了 对于柯文哲跟彭正生而言 是一个打了强行针 感觉起来好像 至少他们的太太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仗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 没有人知道 要知道虽然都是犯法 可是土利罪跟贪污罪 这个的刑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但柯文哲现在抱持就是不认罪 无罪到底的心态 继续走下去 是否真的能够全身而退 我个人认为 目前感觉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 要知道对于小小而言 他们的信仰是一直觉得 柯文哲都是干净透明 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现在柯文哲做了所有的事情 老实讲 我觉得让他们非常的伤心 接着柯文哲一上来之后 他为了树立自己讲的是什么 五大弊案 结果后来是柯文哲自己证明 不是五大弊案 是五大案而已 但现在这五大案过去了 出现了新的五大案 包括你说台志光 包括你说金华城 包括你说北市科 等等这新的五大案 柯文哲能够轻松的度过吗 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 因为我本身是 台志光这个专案调查小组的 在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除去查台志光 这个所谓光纤费用的 这个费率的问题 还调查台北市政府 其他各局处 有光纤费用相关的一些事项 就一查之后才发现很妙 台北市政府各局处 在网路费率 签订这个合约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有会议记录的 也就是说所有签的东西 都只有合约 都没有任何沟通的过程 我们市政府 就跟所有厂商签合约了 这会不会有弊案在里面 这会不会有漏洞在里面 老实讲现在都还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现在 只是碰到了金华城的问题 但是只要继续往下拖 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来延烧 接下来就会碰到的是 柯文哲如果被收押了 民众党党主席谁来接 收押完之后应该是要 开除党籍的 请问一下如果柯文哲 真的发生那个事情了 民众党敢开除柯文哲的党籍 然后找得到能够继承 柯文哲的 不要说以致好了 柯文哲的意志 继续带领民众党 走下去的那个人吗 我觉得目前看不出来 而这个问题会持续的延烧 让民众党越来越 遭遇到更严重的问题